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次是6kg的新鞋 先出現了最新鞋的新鞋 是60kg175cm 274cm 20年以上 给你今天从中国人民共产党 我给你梁龙鸡 好 来看看他们首秀的状态 红方选手来自星舞创新 博具俱乐部今年是21岁 身高的是1米73 来 掌声有请中国 猪人虎 现在是新的转换了 现在是新的转换了 和红色的转换了 战换了 红色的转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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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转换了 第一次转换了 从中国人民共产党 我给你梁龙鸡 我给你梁龙鸡 场上裁判赵妍 比赛现在开始 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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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为您呈现的 这是一场60公斤级的新锐战 我是韩燕 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 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 大家好 我是蔡志贤 这场比赛的红方选手 是来自新武创新搏击俱乐部的 朱润虎蓝方选手 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的 梁龙一 两位都是新人 对 那现在看一下这个红方的新武创新 朱润虎上场这个拳法 打得非常的扎实 那他面对的对手是这个梁龙一 他是存武出身的 也拿过几次这个自由搏击冠军 然后他老板胡同心说啊 他的比赛经验尚浅 今天就来这个磨他的经验 其实运动员也是需要一场 又一场比赛的磨练 我们也是为了发掘更多的新人 才进行了这个新锐战的比赛 也是为了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你看现在这两位运动员都很年轻 红方选手朱润虎是1998年出生的一位运动员 而蓝方选手梁龙一 1999年的名小将 今天这两位打法其实都非常的规范 可以看到红方的拳非常的准 但是呢 这一个成武出身的梁龙一呢 转型也非常的快 因为在顺远的新的拳击教练的骄劳之下 其实你看他出拳的动作是非常的扎实 还有一个高扫 那顺便说到 其实本来这场比赛是对上顺远搏击的朱露林 朱露林呢 在前几个礼拜不小心 那个比赛被KO了 所以还没恢复 今天换了我们的梁龙一来 双方对攻啊 其实两位新人啊 这个胆子都非常的足 对 互不相让 这也是新人的一个特点 就是上来之后就先拼 因为现在的这个新人啊 他的一个养成的训练比较 比以前有方法有效率的 所以你看到场上两位 虽然比赛经验不多 但是呢 这个动作规范不变形 那就是好苗子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征兆 对 而且你看不怕拳 是 待会透过慢放可以看到 透过慢放还没有看到这个动作的瑕疵 那就是非常厉害了 对 那现在呢我们的主任虎他已经储备了三回合的这个体力 要来对付我们的蓝方运动员 好 最后时间到 好 第一局的比赛结束了 其实从虽然是两位是在武林峰的首战 但是看上去还是有一些比赛的经验的 是 那蔡老师觉得新人的比赛 首先要注意的是什么 像我刚刚讲了 第一个看准了再打 不要闭着眼睛乱打 那第二个呢是 最好是能够稍微有点针对训练 因为有时候你在场上要抓到对方的漏洞 不是那么的简单 先了解一下对方会比较好一点 对 好 大家在观看比赛的同时 可以通过手机摇摇的方式参与节目互动 更多精美礼品 现金红包等你来巧 好 第二回合的比赛 好 从第一回合看来 就是红方的主任虎丸 就看到他属于比较拳法精准 动作有效率的 不会乱打 那我们的这个蓝方其实也不错 那不过在第一局看起来 就是我们的红方主任虎的出拳 命中率比较高一点 所以应该是拿下了第一局的获胜 那现在就看第二局蓝方的表现如何 那现在蓝方的这个拳击教练说启龙快一点 也是刚刚吃了主任虎几拳 启龙稍微慢了 这两位新人呢 来自的两个俱乐部是目前我觉得国内这个规模较大的两个自由博记的俱乐部了 也培养出了真的培养出了很多的比较好的运动员 是尤其现在看到今年两千年的运动员都冒出来了 对越来越多的新人 是 那刚才讲的这个启动 启动在平常拿把训练的时候啊 像有些运动员或有些业余的学生 老师把一拿 他还要那么瞄半天 准备半天再出动作 这样就来不及了 那启动太慢了 平常在这个教练把一拿起来 动作就要出了 好 再回到爪上来 还有这个蓝方运动员开始会打前手掉后手 自己的后手要注意 因为呢 这个蓝方他的一个同门师兄弟朱露林 就是因为打前手掉后手被KO掉了 这个下场啊 就是很严重的 特别注意 一个小动作的失误 就可能让你可能有一阵子没办法比赛了 要休养 两个人头相撞了 这个也是我们裁判讲的 不要头先走 两个头往前靠 那个撞到 到时候不能比赛 是很可惜的 看到朱润骨就是一个万兔压进去 这个朱润骨权点很准 这个梁龙依 好像这个体力有点跟不上了 对 要注意 现在这个因为朱润骨的动作是有效率的 而且这个点都打很准 所以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对 这个肝打非常的足 再一次 可能有点效果了 这个梁龙依 这个体力下滑的缺点在第二回合开始暴露了 以前是第三回合 现在第二回合 因为这个朱润骨的打击效果太好了 还有十秒 是 那这个梁龙依虽然传武出身的 但是呢 今天的爆发力没有出来 比较可惜 对 河南卫视淘宝官方商城上见了 看武林峰 打开手机淘宝搜索五个六 参与红蓝阵营精猜 就有机会抽最高9999元的现金红包 帮你清空购物车 更多商城品质好货 等你来选 所以蓝芳教练讲的 这个启动啊 也跟这个梁龙依的爆发力是有关系的 对 你看这个台上的朱斌 这个老教练 胖归胖啊 但是他的爆发力很够 他在做示范的时候 非常有劲 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 在第二回合的后半段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蓝方选手梁龙依的体能下降的比较厉害 那经过这个短暂的局限休息之后 看看他能够恢复多少 对那也包括这个跟赛前训练有关系 像之前有张比赛 朱润虎他打比赛的时候 刚好是一个他师傅方便的解说 然后我说那场你怎么打的体力很差 他说因为临时接到通知啊 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打完三回合 所以很保守 那场比赛表现的比较不好一点 准备的不够重 时间不够久 那相信今天梁龙依也可能也遇到一点这样的情况 临时接到通知的 可能自己对自己的体力 会受一些影响 也觉得没底 对 那总体看来 其实你看这个蓝方的肌肉的线条是非常够的 他的大小肌群其实力量是够的 对 但是那就是没用出来 所以我们说有时候这个比赛体能是支撑一切的基础 你没有体能的话 可能你的技术就显现不出来 甚至会影响到你的发挥 对 那我们这个蓝方有打中猪润虎几拳 那但是他的威胁性不够大 其实主任虎到第三回合也蛮累的哦 潜高扫跟前手前的连连击 这个红方做得不错 很多连击这个套路都是平时要练好的 对 连续哦 你看这个红方的连续进攻都非常好 二次进攻 这个就是红方的一个强项 他的主动进攻也是占优势 二次进攻也是占优势 所以这场比赛呢 他拿下是比较没有问题的 没有太大的悬念 是 因为以现在蓝方的一个力度啊 他想一拳就能把红方打倒的几率是不高的 对 这个红方打得呼呼身风啊 打拳就是要自带音效 太漂亮了 所以红方啊越打越开心越打越顺了 蓝方就是憋着气打 就越打哎呀越累啊 对 哎呀糟糕 梁龙玉 加油 对放轻松 对要把气吐出来 你憋着打就越打越憋了 哇 所以看到第一波主动攻击掌握在 10秒 对 第二波的这个攻击也是由朱润虎 哎 转身哎呀早该出来了 好 好比赛时间到 好这个红方朱润虎精彩的表现 拳法的表现 嗯 所以这批新人的拳法虽然是轻武创新的 但是呢这个拳的打法已经跟这个当初的方便已经不一样了 哇好准啊 再来又先打到 防反漂亮 推开再来再来 再来 同方表现精彩 朱润虎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30 比27 二号裁判 30 比27 三号裁判 比赛结果 红 放上 来的看 有请 倔爷 酱香型白酒品牌创始人张继醒先生 为双方颁奖 接下来是62公斤级的超级战 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 是广大的武林峰的全迷朋友 应该说非常熟悉的一位泰国选手 这位选手 他的优势就是不停地打 看看他的战绩 今年32岁的年龄 战绩是194胜20负 40次KO对手 尽管在擂台之上 大家看到他的动作 不是特别地丰富 但是很实用 让很多人 很多对手难以招架 也是WBC木鱼泰 63公斤级金腰带拥有者 掌声有请泰国 阿朗菜 现在超级金腿的超级金腿 Youtubeers fighting out of blue corner We did it 62kg,175cm,2cm,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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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32cm,194m,20m,40m,WBC moving time,63kg,40m from China This is some prayer room 好 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济南向王国际俱乐部 阿朗塞的这位对手应该说给很多的武林峰的全迷朋友一份惊喜和期待 五次走上武林峰的擂台 五次获胜 而且其中一次还是KO对手 尽管现在这样的一个战绩很能说明问题 但是武林峰擂台之路他才刚刚开始 来 掌声有请中国赵博 阿朗塞 Now super fight for 62kg Fighting out of red corner Rillion 62kg,167cm tall Obsman with 68cm slice 25 years old,5 wins,1KO Fighting out of red corner I give you Joh Posh 是 Fighting out of red corner 是 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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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可是我cellular,191cm高点 是 OK 開始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現在為您呈現的 這是一場超級戰 我們今天的解說嘉賓是 資深賽事評論員 蔡志賢先生 大家好 我是蔡志賢 這場比賽是62公斤級的超級戰 紅方選手來自濟南向王博基的趙博士 藍方選手是來自泰國的阿郎蔡 好 今天趙博士弟弟跟哥哥趙戰士一起來 兩個整個一模一樣 對 他們兩位都是從新銳戰 我們的武林新一代一步一步走向武林風擂臺的選手 我們也看到了他的進步 趙博士是有著五勝一次KO的戰績 是 他們兩個都是周口的小孩 也是這個黃飛鴻的徒孫 所以既有著這個傳武的根底 也有著這個自由搏擊跟泰拳的新的技術在裡面 趙博士很忙 上個禮拜才打完泰拳賽 今天就來對付更厲害的這個泰國老江湖阿郎蔡 對 阿郎蔡剛剛我們也有介紹有著100多場比賽的 是 將近200場比賽的這個經歷了 其中是194場獲勝 對 還有40次KO的戰績 不過不要太驚訝 哎呀這個在泰國啊這種能打戰績超過100場以上 這個路上好多啊 他們基本上沒有超過100場 他們都不太好意思講出來啊 嗯 好 現在看到趙博士的後手拳非常準 那過去呢這個他哥哥是以拳法著稱 然後弟弟是以腿法著稱 但是最近呢哥哥跟弟弟講你拳法這樣不行喔 要加強 對 所以今天看到我們的趙博士啊 哇這個拳打得非常的好 這個阿郎蔡的帶摔啊 拆敗沒意見 好 沒事再來 我們的趙博士要把這個動作再放鬆一點 再小一點 那阿郎蔡啊確實不好對付 是 其實在這個級別當中 趙博士的身高並不佔優勢 對 面對阿郎蔡兩位的身高還是有些差距的 趙博士的身高是1米67 阿郎蔡的身高是1米75 因為像大部分的這個泰國選手純泰的 包括倫皮尼那些來到我們的這個 那個武林峰都很怕我們中國拳法 那個中方選手的這個拳法 但是呢 就阿郎蔡不一樣 還免疫了 他在武林峰打了太多次了 對 除了這個方菲達 把他擊倒過去外 其他還沒有被擊倒紀錄 那今天呢 看我們趙博士的拳 厲不厲害 小心 好 還有10秒 阿郎蔡漸漸漸熱開來了 好 第一回合的比賽結束 其實趙博士今天面對著這樣一個老將 阿郎蔡 蔡老師覺得他應該使用什麼樣的戰術會更有效一些 其實當然就是像他賽前想的 用拳來對付阿朗蔡就是沒錯的 但是其實阿朗蔡很聰明 你打了他一拳呢 你第二拳要打下去 他就進來要抱你的 所以你要先破解這個阿朗蔡的內圍的摟抱 這非常重要的 還有阿朗蔡會摔你 你看又被這個阿朗蔡給抱住了 阿朗蔡手勢拿高的 河南衛視淘寶官方商城上線了 看武林峰 打開手機淘寶搜索5個6 參與紅藍陣營競猜就有機會抽最高9999元的現金紅包 幫你清空購物車更多商城品質好貨等你來選 預備 翻 好第二回合的比賽 是 那這個阿朗蔡大部分運動員都會認為他的節奏比較慢 包括這個趙博士 都希望用這個拳的密度來壓迫他 但是沒那麼容易 因為你打沒幾拳他的腿就上來 不然就來抱你了 你看這個阿朗蔡這個腿好硬 你打兩拳我就抱你 所以這個趙博士的拳法連續性很難 逮到一次 可是阿朗蔡的頭好硬 沒感覺 對 相信趙博士也打得相當的辛苦 是 阿朗蔡就是用他的一個硬度跟他的經驗 來跟我們趙博士周旋 對 腳差點扭到了 開始打出這個趙博士他想要的節奏了 對 趙博士的正燈要再注意一下 因為正燈阿朗蔡很會接 就要少出一點 現在很可惜就是趙博士比較矮 沒辦法打這個遠距離的拳 那中距離的拳打沒幾次 阿朗蔡就要抱你了 所以會造成這個同樣的戰術 不同身高的人在執行會有一些落差 對 繼續 雖然打了很多拳 但是阿朗蔡還沒暈 阿朗蔡後手 阿朗蔡後手 是 二十級 後手不錯 趙博士 那上禮拜這個趙博士打了泰拳比賽 他的一個動作不錯 不過還是手有時候會掉 自己要注意 現在趙博士力量有加強了一些 不過還沒把我們的阿朗蔡給打穿 阿朗蔡也是經驗比較豐富 打的也比較聰明 那如果有效打擊的話 當然是趙博士佔了上風 好 還有十秒 有些 其實趙博士比較好的一點 就是他特別敢打 是 就絲毫不猶豫 但凡抓住機會 我能打一下就打一下 對 好 河南衛視淘寶官方商城上線 老看武林峰 打開手機淘寶搜索五個六 參與紅藍陣營精采 就有機會抽最高9999元的現金紅包 幫你清空購物車 更多商城品質好貨等你來選 剛剛這個趙博士的一個短的組合拳 就是打出他自己訓練的時候的東西了 有很多運動員在訓練時候 練完了之後 在場上沒辦法發揮就很可惜 那趙博士面對阿朗蔡這位強敵 能把他的近身的組合拳打出來 我相信對他日後的比賽會更有信心的 好 第三會合 是 那剛剛阿朗蔡的助理是這個提拉蔡 兩蔡 哇 哇 那這個提拉蔡也是這個 號稱了幾百戰啊 然後這個身上好幾個腰帶 好 現在兩個硬拚了 那我們的趙博士反架 後手拳在第三回合調整一下準心 那我們趙博士因為比較矮 臂長比較短一點 所以你在出拳的時候呢 這個步伐要跟上一點 你在原地揮有時候會打不到對手 這是後續要再注意的地方 是 好 我們趙博士要利用這個 剛剛阿朗蔡被警告之後 想抱不敢抱這種心理 趕快去打他 對 繼續 被勾到助身腿了 好 這場比賽我們的趙博士的拳不錯 就是如果把步伐再跟上來就最好了 對 你看這個趙博士的拳 在原地出三拳 但是他腳沒動 你要跟著稍微動一下 阿朗蔡這個腿啊 這個吸法也很尖了 阿朗蔡台下的助威團 自帶音效 是 其實這樣對 運動員在場上的這個氣勢的提升 是很有幫助的 對 因為這是泰國人的節奏 泰國人喜歡聽的音效 繼續 我們趙博士 趕快把他的節奏拿出來 對 哎呀 為什麼呢 阿朗蔡敢接就是趙博士的腿啊 在阿朗蔡的面前 阿朗蔡覺得很沒感覺 對 阿朗蔡的腿太重了 哎 踢倒 好 哇 中雷西啊 注意哦 趙博士要趕快調整節奏了 調整一下 對 哎 今天阿朗蔡的腿法用的還是比較順的 是 時間不多了 這個趙博士 加油 對 好 繼續用你的小短拳 好 十秒 十秒 再來 哎呀 這個趙博士太早爆了 你一爆對方就起吸 對 因為說 有時候這個肋骨受傷啊 那個很久才能好的 要注意一下 好 現在宣佈比賽結果 一號裁判 二號裁判 二十九 比二十八 二號裁判 二十九 比二十八 三號裁判 二十九 比二十八 比賽結果 紅 方勝 二號裁判 有請環世嘉釀世界之罪 有請古酒部落董事長 劉建偉先生 為獲勝方頒獎 祝賀趙博士六連勝 接下來的是一場78公斤級的超級戰 藍方選手 今年28歲 身高10米80 戰績二十八勝九負 十五次KO對手 掌聲有請來自馬達加斯加的安丁 北深交還 十八 七 七 七 四 五 六 五次郵祝賀趙博士山 族1、九7 六 八方 擂台的一位小将 今年只有19岁 身高是1米84 掌声有请中国 张元龙 美联律 场上裁判 王心灵 比赛现在开始 好呢 No hand, no eyeball, knee, once, no clinch, no skit down OK 打開 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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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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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你現在怎麼一上場就那麼激烈 這場比賽是78公斤級的超級戰 小心 紅方選手是19歲的 來自鄭州順遠搏擊的張雲龍 藍方選手是來自馬達加斯加的安迪 一上來就那麼激烈 安迪上次跟劉大成打可不是這麼兇的 因為他上次覺得個兒比較小然後體重也差劉大成有一大截所以他不敢打 這一次回到他自己的級別來了特別兇 對 這個安迪真的是挑對手打 欺負我們這個張雲龍這個年紀輕 19歲的小叫 而且肌肉也還沒長出來真的是頂不住了這沒辦法 來自非洲的這個野蠻的力量 祝賀馬達加斯加的安迪 其實今天看到張雲龍我還真的挺感慨的 2000年出生的 我們武林峰15年的時間 04年創辦 那個時候他才4歲 真的是看著武林峰成長起來的新人 希望這個張雲龍不要氣餒 因為真的是你還有一些力量還沒發揮出來 我覺得還可以再去練 沒錯 這一次剛好只是因為這個安迪爆衝把你嚇到了 所以是要注意的 因為對手這個打得很這個人是 從年齡上來講安迪和張雲龍就差了一截 是 安迪是1991年出生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無論是經驗還有這個力量上 確實張雲龍還需要一段時間的歷練 對 因為從這個安迪的眼神就知道他看到了獵物 現在宣布比賽結果 比賽進行到第一局35秒 藍方 KO對手 比賽結果 藍 方勝 有請中國伊龍 為獲勝方頒獎 祝賀安迪 也感謝張雲龍 這場 接下來呈現給大家是 搏擊世界盃的後備戰 一場後備戰 藍方選手呢 今年33歲 身高是1米75 戰績99勝 42負 17次KO對手 掌聲有請來自泰國的 提拉菜 assumptions 道德 操控 倫鬥 5架 21 14 14 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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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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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搏击世界杯的后备战 红方选手来自胜利人和的张春雨 蓝方选手来自泰国的提拉猜 是 刚开始接手摔太漂亮了 好 这个提拉猜啊 这个战绩有一百多场 但是呢 我问张春雨 他们说不知道 因为在泰国这种人太多了 压根没印象 你要知道张春雨 张春雨在泰国训练能讲泰文的 他都不知道了 好 那话说 这个张春雨在双场比赛的终日对抗 打得真的是很好 最后是第三回合把这个加藤苦 打到擂台外面去了 对 这场比赛 现在张春雨就是要加强这个频率 而用速度去压迫这个提拉猜 嗯 提拉猜哦 这个拳法也不错 都有一些变化 那现在提拉猜台下的伙伴就是阿朗猜 两猜一起来了 好 张春雨的拳不错 一人摔对手一次 那提拉猜之前跟陆建波也打过 他陆建波接了他一腿 然后呢 这个 我们的提拉猜在经济独立 在单脚战略的情况之下 竟然把这个陆建波给打倒了 好 所以说这个提拉猜 和我们中国选手也是恩怨难舍 是啊 和王志伟还有一些选手都有过交手 对 哦 再摔一次 相信呢 以提拉猜中腿的硬度 阿宇是不怕了 那阿宇要怎么把他的一个速度拉上来 就要看这个这段期间的备战了 对 现在在张春雨台下的是这个魏宁辉 两个是哥们 哥们摔对手两次 今天是摔法比赛咯 这个提拉猜算得很清楚 好 现在张春雨还没有找到一个突破的方法 对 虽然想这个提高速度 但是呢 其实这个提拉猜可能顶啊 这些这几个提拉猜啦 阿郎猜啊 这个在中国真的是适应得非常好 他不像一般的老太 我们几拳打下去他就晕了 这都不怕的 他们打我们这个自由规则的比赛也比较多了 是 对规则的适应 适应得非常的好 对 哈哈 三比二领先 看来这个张春雨想要把速度提上去 真的是没有那么的容易 没有那么容易啊 对手都还没抱你哦 但是你的这个速度还是拉不上来 如果他开始爆的话那更麻烦了 那就更拉不上去了 对 好 武林峰联合腾讯新闻急速感 为大家准备了十万金币红包 只要扫描屏幕下放的二维码 支持你喜欢的选手就可以领取 好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是 那这个提拉猜去年又跟孟静昊打过 这个孟静昊的拳是比这个张春雨还重的 那提拉猜也是很能顶 对 推 推 这提拉猜很有意思啊 他的这个护齿有咬跟没咬一样 常常在吐舌头 我们都怀疑他是忘了把护齿带回去 我刚讲完 2 3 4 很痛苦的表情是受伤了 对 痛苦的表情 对 其实张春雨是去年开始登上武林峰的擂台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刚刚的回放 单脚 单脚站立的时候就好像有点扭到了 对 那个脚就有点 对 这样的话 张春雨就拿到了后备战比赛的胜利 是 刚刚也有说这个张春雨是18年开始登陆武林峰的擂台的 那么在去年的搏击世界杯当中呢 也取得了一胜两负的成绩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进行到第二局32秒 红方TKO对手 比赛结果 红方上 有请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康复分会秘书长张震先生 有请澳门横琴之巅体育产业公司总经理李广阔先生 为双方颁奖 接下来呢64公斤级的一场超级战 蓝方选手呢今年27岁身高是1米68战绩7胜4负1平 来自日本的一位自由搏击超轻量级的冠军 掌声有请日本龙翼 成绩 成绩 红防选手来自伊隆奥语博击俱乐部 2017年的新人王 当前的战绩是四胜两负 一次KO对手 26岁的这位年轻人 身高是1米73 掌声有请中国人形轰炸机 王万力 现在我们在这位年轻人 现在我们在这位年轻人 尤其是四胜六胜 最后一位年轻人 最后一位年轻人 一位年轻人 我给你一个新冠军 从中国人们的新冠军 我给你一个名字 场上裁判赵岩 比赛现在开始 没有避免 没有拼击 没有押击 好 回来 来吧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 我们今天的几个受嘉宾是资深赛事评论员 蔡志贤先生 大家好 我是蔡志贤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是一场64公斤级的超级战 红方选手来自一龙奥雨搏击俱乐部的王万里 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龙奥 对 今天由日本冲神拳击冠军龙奥挑战北京拳击冠军王万里 那刚刚王万里进场啊 就是展示了他拳法的精髓 就是在他肩膀的抖动啊 这个门道就在里面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龙奥在场上呢 稍微展现一下他步伐的一个奥妙 两个人叠对叠 王万里是2017年武林峰63公斤级的新人王 一直以来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属于那种力量型的选手 他这个力量不只是体现在他的比赛当中 就像刚才老师讲的从他出场 我们就感觉好像是力量比较足 对 虽然他是拳击手呢 但是呢王万里的这个腿法也很好 所以虽然有时候会有违和感 也会让对手大持一斤 你不是拳击手吗 他为什么腿法那么好 相对的今天这个龙一也是啊 拳击手的腿法也很好 腿法也很好 那么的王万里要注意一下 这个龙一在日本 光靠前手拳啊 前手平勾就可以拿到冠军了 那王万里一定要注意了 两个都好凶哦 哇 对 其实 其实真的是王万里不简单啊 对 其实抓住机会之后啊 应该不要有迟疑 所以要乘胜追击 对 但是呢王万里在赛前就认为 这个龙一的力量没有他足 所以他会硬吃这个龙一 刚才这个腿法也看 王万里这个拳击手啊 那个腿法好漂亮 小鞋刀 现在这个蓝方的前手平勾跟后手 哎 这就王万里刚才启动非常的快 一辈子踢到之后立刻启动 好 我们的场台有了一次的警告 是 不过话说这次是龙一第二次到咱们国内打比赛 第一次在2017 然后呢他虽然拳法很好 可是呢第二回合就被中方选手给这个KO掉了 用膝上头给KO掉了 来看看今天王万里的表现了 有 加油王万里 这个龙一非常冷静 你看挨了拳之后还能躲 对 他一边把这个空间腾出来让他有闪躲的空间 因为刚刚他被挤到角落了 最后的几秒钟 今天两个人的拳都非常的凶 不小心有一个人就会倒了 对就是很揪心的一场比赛 好像让你就得屏住呼吸去看 对 然后想说防守再紧密一点 对对对 挨了拳了 会顶不住了 哇 太紧张了 比赛看的真的很期待 接下来两位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发挥 哇 扣住大摆拳 这个就是上一场比赛往往里练出来的 有个前手拼钩在肩后手躲掉了 好 武林峰联合腾讯新闻急速版 为大家准备了10万金币红包 只要扫描屏幕下放的二维码 这是你喜欢的选手就可以领取 好 你好 第二回合的比赛 在赛前隆一觉得王万里的全路太单调了 但是第一回合打完他可能会吓了一跳 因为这个王万里单调归单调 我打完第一波还有第二波还有第三波 所以往往在第二波第三波进攻的时候 这个隆一都没躲掉 是 所以隆一第一回合就输了比赛 现在看第二回合 不过这个王万里要小心 好歹这个隆一也是拿过日本的拳王的保护 没错 也相当有实力的 然后这个隆一他的工作是工程师的 头脑是很好的 他精于计算 有效果 有效果 这个几辅有效果 这个距离欠了一点 这个王万里的拳好凶 好凶 王万里是描下巴 那隆一呢喜欢是描这个鼻子 好我们已经有了三次警告了 这个时候就要扣一分了 哦 应该心里会影响了 对 就是对规则的不够那么的适应 哦 哇 隆一生气了 打得凶但是不要乱 对 王万里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对手是比较老谋深算的 对 对 对 哇 你的后手不能掉 好 小心 对 对 观众对于这个 我们的容易的女助理的叫声 觉得很有趣 因为我们听不懂吗 对 就听到叮叮叮的 对 不知道她不明白 大家在說什麼 然後這個他也找了 因為言行老師不能來 就找了這個Eddie 那Eddie講英文 我覺得容易好像也聽不懂 好這一腿太重了 OK 好按照我們的規則的話時間 是 好比賽繼續 是 那到目前為止 這個日本選手的發揮並沒有那麼好 因為這個我們的王萬里太猛了 對 衝得很兇 所以日本的運動員會有點怕 一時之間好像不太能夠去適應這樣的一個節奏 有些技術也沒辦法發揮出來 對 只要王萬里繼續保持這種衝勁 這種體力的話 這個應該拿下這場比賽是沒什麼問題的 對 還有最後的幾秒 這個王萬里的大白拳了 好 這王萬里就是用氣勢來壓人 他雖然動作大 有一些漏洞在 但是他不管你 拼得非常兇 對手居然躲 想還手都沒有機會 對手居然動作大 對手居然動作大 有一些歐洲的運動員是身高非常的高啊 你根本沒辦法近身啊 對 你這種瘋狂的動作一有漏洞他就鑽空子了 要注意一下 要注意一下 對 好 繼續 拐雷拳 對手居然動作大 對手居然動作大 好 小心啊 這個龍一在找機會了 龍一感覺打起來他自己越來越有信心哦 王萬里要注意 找到感覺了 是 好 現在兩個人都頂著打 哇 這時候兩個人就像兩台推土機 是 然後都是在往前推 然後在尋找機會 現在就互相要把對方給推開 好 你有小勾拳 我也有 注意 好 互相頂著 是 這個很累啊 互相要推對方 而且一邊推啊 對方會聽勁 所以呢不能死力的推 對方會被摔倒 來 護持 好 護持掉了 是 來 繼續 好 這個龍一很冷靜啊 王萬里是瘋狂 龍一是冷靜 對 os 好 是 那麼到現在為止 王萬里的狀態還是非常不錯了 對 連續進攻 最後十秒 王万里整个体重都压进去了 龙一也没辙啊 王万里也太凶了 有时候常常这样靠气势啊 这场比赛王万里的组合真的是相当的丰富啊 绝对没有像龙一讲的单调单一 他看错了看错王万里了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30比26 二号裁判30比26 三号裁判30比26 比赛结果 红方上 有请武林峰制片人总导演鱼雷先生 为获胜方颁奖 祝贺王万里也感谢龙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